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 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11點熱炒店最搞錯 不嗆不辣不上桌 好 今天這集很特別 現場空氣瀰漫的一種詭異的 好期待 瀰漫的肺若萌 對 那個鏡頭稍微拍一下 這個不用我們多說 這個其實就是三組曖昧的組合 對 阿姨有 你今天好直接進入主題 曖昧不代表真的在一起 有的曖昧是在我們節目 被送做堆的 像耀誠跟 耀誠跟映竹 這個是我們在節目發現的 我們會發現也是因為 他們透露出一些訊息給我們 我們嗅到那種感覺 哪裡 而且耀誠 妳自己講的 妳自己說 妳曾經為了他做過什麼事 在樓下等他 妳是煮了一鍋熱湯 對不對 他不舒服的時候 就是送紅豆糖 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妳吃八點外夭 一定是因為愛 他搞不好那個晚上送十幾碗 他好像有接單 那個晚上有接單 有接單 外送的 祖叔一直認為說耀誠不是 不把他當唯一 他把他當成其中之一 其中 他的漁網裡面一條魚 對 我照祖叔的想法 祖叔是說 他可能是中央空調 他好像 大家都覺得他在追求我 他搞得我也很委屈 為什麼呢 人家都說好像我不會愛耀誠 他殊不知搞不好耀誠 背地裡還是有女朋友 之類的外言 耀誠 確實是這樣沒錯 耀誠的紅粉知己超級多 C 他的女性朋友超過男性朋友 小優也曾經是我的紅粉知己 不好意思 但是這集的主題 不是要接人蒼巴 是 聊著 怎麼可能就要成小的笑 很抓這樣子 不是 成小你們兩個曖昧 不會不會 聊著 你發現說與其去追求天邊的彩霞 不如珍惜身邊的玫瑰 你就會發現 坐在你旁邊 還真正你值得要珍惜的 對 他們這支節目中 我們秀出了一些不尋常的訊息 帶刺的玫瑰 但是何宇文跟曉飛 這一組 這一組是完全公諸於媒體上面 是最新的CP 是被拍到的那一種 怎麼說 曉飛跟玉琳 我跟曉飛認識 也就是玉琳哥 對 他是你徒弟 曉飛是你徒弟 所以我也是祝福他 剛剛錄影前 美里婷問我對你們兩個想法 我說我就祝福曉飛 他畢竟是我的徒弟 他說要不然幹嘛 我說對 我怎麼不能當師傅 還跟他在爭這種關係 有沒有聽出來那句話有點酸 對 酸酸的 他有點滄桑 我跟曉飛這數十年來 從離開玉琳哥公司以後 都有聯絡 曉飛 我的婚禮 他有去幫忙 然後我離婚的時候 我很沮喪的時候 他也在我身邊 是 沒錯 曉飛 你單身 我單身 四十幾年了 你化身 太單身了 曉飛比較特殊 愛他的女生很多 真的 他很受歡迎 但是他看不上眼裡面 他會不會一直都在守著一個人 對啊 你會不會默默的 會不會一直都在守一個人 他會不會默默的 你會想指到這邊是不是 好專情 我們的感情是超越男女 因為真的 我很多很困難的時候 他都在我身邊 可是很多長久 日久深情 就是的感情 細水長流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年代他剛念政大的時候 念到二年級了 我們公司開心節目 其實真的是我獨牌綜藝 因為他是被定位成偶像歌手 好像跟主持沾不上邊 第一個主持的節目 真的是我排除任何反對的意見 那我為什麼要幹這種事情 當然心裡面一定是喜歡他 那時候我單身 我喜歡他很正常 是不是 你現在在講心裡話嗎 你現在在講 等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是 他們曖昧 你現在要講你 30年前的心裡話 我甚至永遠還記得 第一次跟他開會 穿了一件白色純愛系的襯衫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知道他心裡有你嗎 然後俐落的牛仔褲 好 經過數年以後 我知道這種感覺 只能夠埋藏在心裡面 是 那我只好請我的徒弟 來延續這一份 比較棒 因為我跟曖昧年紀比較近 所以我們後來就變 就我跟他 我跟他比較好這樣子 你以為那個試過幾千 你吃醋到現在20年後 還想起這些事 我之所以現在還能 開開心心地講 那就表示說 那就是過去 過去的一段回憶 我已經是 處理他 放下他的 也沒有機會了 自己正言法師 這兩組的愛情故事 殘眠翡測 我搞不懂第三組 是來湊人數的是不是 第三組 茶茶跟小優 你們的事情是很久之前的 2017年 2017年的新聞事件 是怎麼一回事 茶茶妳講 2017的新聞嗎 是沒拍到還是怎麼樣 沒有 就是大家去吃飯 或是大家覺得說 我們兩個好像在一起 因為他說 我每次都欠他一頓飯 他就每次叫我請他吃飯 而且每天就叫我送他回家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家真的住附近 而且我常常也是送你回家好嗎 但有一陣子 我們看到小優她 我們都說 妳幹嘛一直在講電話 她說沒有在跟茶茶講電話 有嗎 你們有那麼多話聊 是她一直打給我 她有一些愛情的問題 都會問我 對 她是我的愛情老師 表面是在問妳愛情的事情 其實骨子裡面 骨子裡面就在試探 對 我跟你們講 茶茶電話有夠難打 因為她一直在電話中 妳生氣對不對 沒有生氣 妳看起來有點氣 她超多女生電話的 我跟她可能坐個計程車 我們也可能要一起去哪裡 順便一起坐車 她可以接四 五通電話 我以為她是怎樣子 妳們兩個真的很登對 妳們那個對話的方式 好像情侶在拌嘴 究竟妳覺得她們兩個 我覺得她們兩個一定有什麼 就是說她請小優妳說 妳跟綠茶就是欠一頓飯這件事情 吃了這麼多年 吃了排骨飯 滷肉飯 是不是就是沒有吃炒飯 當初我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我對她有好感 但是 來了 妳看 妳看 對她有好感當中 我想說大家好朋友 可能今天她的個性 讓我覺得說還滿活潑的 我滿喜歡的 是 可是她一有男朋友之後 就不理妳了嗎 就消失 消失說我 綜色親友 有 我要閉嫌 然後再氣她的 她叫男朋友很勉強 那一段我有經歷過 她很勉強 她這一切就是為了氣茶茶的 她不理我 她不理我 她是適合你多氣茶 你那時候就應該去追她 你都不出手 你也不追她 可是那個時候 她有男朋友 她就裝不認識 她裝不認識我 她當然要裝不認識妳 她太現實了 我們自己集真的太精采了 因為 捉兒在現場 會幫我們看他們所有的 你們的知己 你們的眼神 逃不過她 我知道 特別為什麼要把你們找來 曖昧這件事情很神奇 是 你們吵吵鬧鬧 互相否認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聊著 開始會有異樣的感覺 對 既然你們都在曖昧 不要犯這些錯誤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曖昧期間 千萬 這些行為 不要有這些行為 這樣很難 這是為你們而調查的 我們不需要了解這些事嗎 好 來 第一條 來 這樣曖昧 很難 就是指說曖昧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不然你的曖昧可能會煙消 雲散 是 來 什麼事呢 每天照三餐問候 其實小飛就是那種 三不五時會傳簡訊 跟我說在幹嘛 吃飯沒 其實我覺得這種問候 感覺有點 壓力嗎 隨便 不是壓力 是隨便 是隨便 不是一種生活感 不是緊迫丁人的感覺 沒有 我不喜歡 因為我們的身分是藝人 我說真的 我很怕人家照三餐問我 或是每天問我在哪裡 比如說我今天要來錄樂草店 我會跟追我的男生說 我今天有工作 但如果他下一句會問 在哪個電視台 錄什麼節目 好像在管你 還有你會有一種 他是記者嗎 對 你開始會覺得 他是爆料公社嗎 你就不喜歡了 所以最好的就是 對我這種人 最好就是直接說 我想請你吃飯 這週五可不可以 直接講 就是你不要問我 就是你吃飯沒 那關你什麼事 我不喜歡這種被動的男生 又一直在問我 會覺得感覺被叮哨 就是說你就直接講 這霸氣 我喜歡那種直接就是這樣 直接推倒 就是你現在站起來跟他講 你少囉嗦 你就跟我在一起 然後直接搶吻他 小朋友 你知道有一天 畢咚他以後 嗆他 今天開始 不要管我師父 沈玉琳的想法了 我們就在一起吧 他們有在管你的想法嗎 他們好像也沒有 沒有人在在管你 其實就是問他吃飯 也是因為我最近在 做餐飲業在賣便當 然後有時候賣慎了 然後就會想說有沒有 小飛 你講這個不對 他又不是豬 他為什麼要吃你賣慎的飯 小飛就是這種人 他會講法 他是一個漂亮的女人 不是 所以就不好意思問 所以就問說你吃飽了 他如果說沒吃飽 我就說那我送一個 熱騰騰的飯給你 這也不錯 我們現在要來問一下George 怎麼看 他這個狀況 這個三餐問候 是不是故意找 製造機會想跟他接觸 真的很抱歉 其實三餐問候這件事情 本身這個行為並不討人厭 如果是彭于晏三餐問候你 我想你會有反感 多一點 他馬上要開始懷疑 如果是彭于晏的話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看這個人 瘦子 瘦子如果 E-SOUL對不對 E-SOUL如果打給你 問你三餐 你會很開心 大家都知道我比較喜歡胖子 對不對 饒舌我OK 但是我比較喜歡胖子 我懂了 所以要饒舌問他 你吃飽 不行 不行 你這些年來 你就是因為 我怕都要你吃飽 我怕都要你吃飽 我吃飽的換腰 吃飽的換腰 右右右右 你不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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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跳那麼小表現 專家專家 有名人 只要發言是名人 你就是我為人生要找的人 好 來 做人 我會累對不對 還是會累 所以基本上這個 因為有點 看人 這一對有點太熟了 因為身邊又這麼多認識的 共同的對象 所以其實心裡面 可能有一些愛苗是 不好意思說出來的 對不對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這件事情 最怕的是什麼 旁邊的朋友虧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 成就這一對的話 其實我們身邊的人 要給他一點空間 我覺得差一個瞬間 好 我正式宣告你們就 讓愛 讓愛繼續吧 你們就勇敢地去追尋這段愛情 對 不用管我 我真的無所謂 我OK 我看開樂 我其實沒關係 我現在跟你講 我不是在生氣 我真的沒關係 我們從來沒有 我們沒有在意你的感覺 你不要特別講出來 對 玉琳哥 你越講越 感覺你沒有想要放下 對 你越講越 我們都越講 你越講那個加鎖越重 我小孩都七歲了 我還會掛念這種事嗎 那你把演講的類似掉 對 失態 來 第二條是什麼 過度的肢體接觸 怎麼說 竹竹 這是什麼 曖昧期間不能自己接觸 我覺得應該是說 曖昧期間 男生要會拿捏 你跟著女生的程度到哪裡 因為有些男生 我們可能剛開始跟他認識 但是他會自己腦補 他可能已經跟你 關係很熟了 然後那種肢體接觸 你會讓女生很反感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有一個男生 他就是用各種小方法 譬如說 你可能過馬路 他可能走開滾 譬如說 你過馬路 你就把他當女生 可是明明那個路那麼大條 也沒什麼車 他就偏偏一定要這樣子 譬如說你的腰這樣 來 站起來一下 這樣 過來一點這樣 就是會接觸到你 然後你會想說 你怕癢 不是 為什麼會覺得 想說 猴子 因為 如果不是摟腰 然後把他放在肩膀這裡 我覺得這樣可能還有點 你們兩個好配 他們兩個好配 對 截圖 對不起 他們兩個好配 怎麼這麼自然呢 譬如說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就想說 這個可能試探性 我覺得可能還好 但是後來我 真的覺得很 妳說肩膀還可以 肩膀我感覺算紳士 她腰會怎樣 你摟腰 你會覺得有點 因為腰比較親密的感覺 腰有點不禮貌 我覺得有些範圍 對女生來講是比較親密的範圍 跟你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你就去 你就去觸碰 你會讓我覺得被冒犯 然後有些男生 譬如說 後來我們可能坐下來 坐很近 吃飯 他有點不經意的 可能手就這樣 對 這個不行 這個噁心 對 對女生來講 你會覺得那個男生會瞬間變得很不正經 對 就是可能你會覺得說 他可能是想要 做什麼 對 做什麼 那耀誠跟妳曖昧期間 他會有這樣的肢體接觸嗎 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他像大哥哥那樣 就是有時候我跟他講什麼 或者是我跟他講一些我不開心的事 他可能想安慰我 好想看 怎樣摸妳的 手擺在這裡 他以為就放著 對 前一間很紅的 有這些短片 那你只要你就是在愛他 對啊 放下巴 在一起 對 他是不是就是愛他 你去問外面的人 誰摸過映竹的下巴 摸他頭的樣子 摸頭 他可能講一些話很可愛是什麼 我就說 你這樣就這樣子 好可愛 他還講 你心不會覺得暖暖的嗎 不會 而且 有啦 還是會有點臉紅 而且潘映竹你怎麼臉紅了 哪有 叔叔臉紅了 耳朵紅了 這是超曖昧 這個是韓劇等級的曖昧了 對 然後潘映竹長得又好像 韓劇等的主角 可是這個不會讓你覺得 他如果嘴巴 他如果臉上有一個頭髮 你沒幫他撥開嗎 會 就是這樣子 少男 沒有 沒有 其實就是 我就是像照顧一個妹妹 你們兩個好偶相聚 對 剛剛兩個人身體 是越講越靠近 在身體上已經發出一個訊號 因為我們已經很 我們是很習慣這樣的相處 看到沒有 習慣 但是我的所有 比如說我跟我男朋友 什麼事情之間的事情 我也都會跟他講 他都會跟我講 對 然後他也都會跟我講 但他男朋友都會吃醋 對 男朋友會吃醋 就是因為他覺得你是情敵 覺得有威脅感 對不對 有被威脅到的這樣會生氣 而且他把什麼事情 男朋友的事情通通告訴你 這代表什麼 他在釋放一個訊息說 我男朋友因為做了某些事情 我不開心 如果萬一你有機會跟我在一起 請避開這一些 沒有 不是 我是要從他的角度看 男生是怎麼想的 沒有 我從我的角度 我們男生拿什麼角度 過程中你也在了解 也要 無意中 他釋放訊息 自分自分 對不對 對 潛意識 他就會覺得說 我跟你講什麼都很舒適 我有任何的委屈 我跟耀誠分享 他都會給我很多安慰 給我很多 用一點挑戰 我們這一集等於把潘映竹的 內心的衣服 整個脫光 真的 你現在的心理是全裸 真的 我覺得好赤裸 他的形是你喜歡的嗎 小優 因為綠塔都習慣 韓妹跟他講韓語那種 溫柔一樣嘛 給你試著跟他講幾句韓語 看看 歐巴 好,TESSA 你看 他現在 你現在的身體 還衝動得起來 就明白的告訴我 我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一個... 就是我們就直接可以... 過了在心上 好可怕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槽店的 YouTube頻道 第一點熱槽店 他的形是你喜歡的嗎 他的身高 算吧 他點頭了 你們兩個再站起來一下好不好 登對真的 然後剛剛那個搭尖的動作 你看這個任何人在這步上看 一定就是 好可愛哦 真的很好看 小優,來 來,打一下 你跟小優弄上看 也不錯 其實也不錯 這很像青稼母 但... 沒有,你不要這樣講 也不錯 錯嗎 就像取到 好歹是誰 然後你吃軟飯 對 我覺得耀誠是擺搭 他擺搭 因為你來,你站過來 你站過來 你兩個站看看,我們看一下 這真的還好 這還好 真的還好 沒有,他真的跟祖族 你跟小菲在站一下 我們看看 他真的跟祖族比較... 這個有時候看外貌就知道 也不錯 你們兩個有一種夫妻的臉 不是我要說 不是,你當然很漂亮 你當然不是長得像他 是一種 神韻 是一種神韻 是一種神韻 夫妻臉 是沙姐 這個萬轉得很好 這個萬轉得很好 真有夫妻臉 我跟你講 你要做搭建像剛剛那樣 比較像夫妻的感覺 玻璃心又睡一地了,有沒有 我真心的希望他們兩個好 就是你講有沒有夫妻臉 是一種感覺 來,宇文看鏡頭 先看鏡頭,對啊 來,你們哪看鏡頭一下 頭靠一下 為什麼小飛這樣搭著宇文 就有一種 丈夫很疼太太的感覺 有沒有 感覺很像是秀母 就是很... 他殘疊 他就像娶年輕老婆 很... 很棒 好,不過我要剛剛講 我看到一件事情其實滿恐怖的 就是剛剛講說 映竹跟耀誠 你是不是他的型 他是不是你的型的時候 映竹在說是之前 說可以吧之前 他先點頭 身體他先這樣 他先點頭才說 可以吧,是吧 耀誠竹竹是不是你的風格 是 對嘛 好平線 沒有,但真的 我們真的就是以朋友的發展 然後一直就是維持在一個 朝著男女朋友的方向 靜觀其變 沒有,真的 然後朝著婚姻的終點 我們真的沒有越過這件事情 那你就越過道德的邊際 對,找路愛得進去 有曾經想要攀過去 但我還是就是回來這樣 就是在這個 那表示你心裡是尊重他的 對 對,他是 來,第三條 什麼樣的行為是 曖昧其間母湯的行為呢 約會不付錢 連眼都不眼 奇怪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女孩子 她是在約會之前 她就告訴你說 她就直接說 待會兒我們去吃那個什麼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OK 因為有可能是在測試我們 對 我們就大方一點 OK,很正常 男人付錢天經地義 不能負責就要付錢 所以我就去吃一個小火鍋 想說 小火鍋應該也沒有多少錢吧 她帶我去那小火鍋 去到點 那個菜單拿開 打開 最便宜的一盤肉 4千 豬肉 是什麼小火鍋 最便宜的一盤肉要4千億 那有沒有包含那個湯跟菜 還是沒有只有肉 是不是和牛 天啊,這是什麼肉 和牛 那我心裡想說也沒關係 因為 就吞了 可能只是測試 那我們就付了 讓她知道說 我們是有測試 Toto多少錢 Toto 對,Toto吃了 快兩人 兩個人 這有點像被敲火鍋 對,後來我想說 終於結束了要回家 我就送她上計程車 對 然後上車的時候 她突然回頭說 妳知道有沒有1千塊 我沒有帶錢坐計程車 傻眼 她幫妳當T款機 從頭A到尾 這有點像剝皮店 她就是被人家頂了 不是,妳都請我吃幾百塊的牛肉麵 為什麼妳要請她吃幾千塊的牛肉 看到沒有 她就是在敲你足蹈 對,就是 綠茶一定有很多這種經驗 因為綠茶專門就是被女人騙 對,綠茶超級差的不變 綠茶,你講 分手的女朋友 從韓國飛到 台灣 她還給人家付住宿費一個月 只因為人家講那句 歐巴 歐巴 你好 這樣子 她就 她機票也買 然後他們去逛街也是她買的 我跟你講 她也像人家 有一點真的很棒 她有付錢病 她超愛付錢 妳有付錢病 真的,她蠻愛付錢的 我只付我喜歡的女生 小優,她會請妳吃飯嗎 綠茶 像我生日,我就會說 我就指定說她吃哪一家牛排 她就會帶我去吃 她喜歡你 她喜歡 小優,你怎麼了 你喜不喜歡她的風格 她的風格 就是她的外貌 是你的 妳真心地講 妳有沒有曾經有過一個時刻 說其實我滿喜歡她的夜 她其實有 因為我們兩個有曾經牽過手 你讓小優講 你不要一直抱 趁機而入 你讓人家女孩子講 曾經是真的覺得 她是不是 還不錯 但是當你可能真的 比如說去KTV什麼 就看她旁邊好多女生的時候 你就會打消那個念頭 小優,妳知道她 小優,妳知道她為什麼 找這麼多女生在她旁邊 然後她唱情歌 吸引的注意 妳不懂嗎 因為她身邊沒有妳 這兩個鬥嘴模式 根本就是已經是交往過 才可以這樣 本來剛剛都要講破 妳講,妳講 妳說妳牽過手 誰要講牽手這個事情 牽手 沒有,因為當初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覺得她滿可愛的 後來就是很大方又很活潑 笑起來又滿甜的 真的 對,那時候我就有牽手 游家贏 我們兩個好像有走 本來快要走進去之後 後來我又跑出來了 你為什麼走進感情又出來了 因為她 她那個時候好像有一個男生 她滿喜歡的 後來最後她因為為了那個男生 失去我們之間的友情 就是她就沒理了 就不見了 她人就消失了就這樣 她還是找妳 小優,我看出來了 茶茶她還在痛 對 她還在雙心 有沒有 我會覺得說 喜歡不喜歡,妳要說清楚 妳不要忽然消失 我們也不要添油加醋 她們的互動 觀眾朋友,你們自己看在眼裡 是 要感受的 觀眾的眼睛是雪亮 沒錯 好,來,第四 來,什麼母湯的行為呢 未經同意在社群曝光我的照片 這個就等於跟全世界告白了 要造成既定的事實 其實我之前就是交往的男朋友 他們都屬於比較低調型的 不會亂PO照片的 然後那時候是我跟那男生 才曖昧大概一兩個月而已 然後我們有一次去吃飯 然後我真的都不知道她有在拍 我就吃吃吃 然後也聊得很開心這樣子 一直到我那天 整個行程結束我回到家 我才發現她在吃飯的時候 偷拍我超多張照片 偷拍啊 是偷拍 就是她可能假裝她在滑手機 其實在拍我 然後我可能是這樣啊 這樣子眼歪嘴斜 重點是她PO在那個臉書照片 我都超級醜 沒有一張能看的那種 為什麼 然後她還直接 Tag我的名字跟我吃飯這樣子 白目 超級白目 這種就是想要在社交 社群軟體裡面 就是造成自己的身價 對 堆疊自己的身價才會這樣 妳被人家借過了 下面全部留言說 跟女明星吃飯 然後叭叭叭 然後只是我那照片都超醜 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 瑪莎 妳不要再痛了 然後我反正 因為我其實 我其實當下真的滿生氣 我那時候本來滿喜歡那男生的 然後我發現照片以後 我就是打給他 我就說 妳怎麼今天PO我照片 然後都不跟我講 而且我照片都超級醜 本來還想說用撒嬌的方式 就是說照片很醜了 他就直接跟我說 這個不是曖昧 這是利用妳 對 我傻眼 妳現在單身嗎 單身 綠茶妳也單身嗎 不是 妳就是被那些韓國女人利用 但是妳其實單身 但是妳不要再被韓妹騙了 對 韓妹 而且韓妹 小優妳也會講 妳有車嗎 妳會不會講韓文 小優有車 我會講韓文 一定 我的天啊 綠茶 開玩笑對不對 她又會講韓文 我爸 小姐姐姐 我跟你講 小姐姐姐姐 小優她心裡就是在痛 我爸 人要摸不著 她在痛妳那個時候 交到那個男朋友 妳就不理她了 會不會問題在於 會不會問題在於 小優 因為綠茶都習慣 韓妹跟她講韓語 那種溫柔樣 妳試著跟她講幾句韓語 看看 我爸 她說 TESSA 你看 她現在 你幹嘛 小優 小優妳這種時候 妳要演這個戲 妳不能用那種 丈母娘的表情 看她說 我爸 妳要這樣子 韓妞那種 妳要這樣子 沒有 妳直接叫她親 小姐姐 直接叫她親 來 試著溫柔 3 2 1 Action 小姐姐 TESSA 小姐姐 妳也一樣 妳一樣 臉一看就 綠茶 妳不要再講反話了 我也是摩羯座 我也是 好啦 給她們自然發展 自然發展 第五 來 第五條是什麼呢 手短得像暴龍 什麼都拿不了 什麼意思 這有些就是像公主病的女孩子 就會這樣子 因為她 她出去 她就是不想要拿任何東西 譬如說 一出去就是那個包包就 妳幫我拿 譬如說去 我曾經跟一個女生 就去逛夜市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們買東西吃 就是互相拿 她沒有 她就是她點這個 然後她就轉過來拿 就拿給妳 然後她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買了 從頭走到尾 妳手上全部都是她買的東西 甚至她那種吃東西 她吃完一口說 我覺得不好吃 給妳吃 所以她手上完全沒有 我很像那個小跟班在後面 妳知道是不是 她的助理 還是 活動餐桌加垃圾桶 然後行動掛物價 行動掛物價 就是妳手上全部都是掛她的東西 這種很煩 這不堂 想說不然妳幫我拿幾個好不好 她就說 那我就拿那個地瓜球就好了 就是最輕的那種 地瓜球 地瓜球根本沒重量 就不會想要再約這種女生 無行為能力 那妳有幫竹竹拿過東西嗎 我很少叫男生幫我拿東西 因為我不喜歡男生幫我提包包 就是譬如說上下車下來 就是幫她拿一下 她還是自己推著走 可是我還是會拿回來 因為我不喜歡男生幫我提包包 我會覺得 我會感覺好像 我很像公主 然後要她服侍我 我覺得有一個男生 就是如果你很喜歡這女生 會做一個有點曖昧的事情 是譬如說我如果喜歡這女生 我會說 我什麼東西不會放妳的包包裡 對 對耶 如果說答案是 沒有對妳有意思 那真的我就誤解太多年了 因為他們只要做這個動作 我心裡面就會一直想著他們 然後晚上就睡覺都 睡不著 是要問JOR這樣子是有意思的表示嗎 其實這樣子就是 把自己比較貴重的東西 交給你的時候 就代表他對你有某一種程度的信任 但是並不一定代表說他喜歡你 但是通常我們接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我們有一個責任感 所以這個責任感常常會讓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分辨說 他是喜歡我 還是他只是覺得我老實 不會鏘人家東西 那女生其實還可以講清楚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做一個什麼事情 那我很需要一個在旁邊一個男士 可以幫我拿東西的 可以講清楚 說我今天很想要耍廢逛夜市 那你可以來當我的廢人包嗎 對 先講 你先講清楚 那我相信耀誠今天 一定會做得很輕鬆很開心 而且搞不好還會覺得 我可以幫你拿好多東西 我很快樂 就不會有這種反感 我有什麼理所當然的感覺 是 事前一定要講清楚 不管是從小額付費 到幫拎包包這種事情 我覺得只要講清楚就好 不然的話很容易 像譬如說前面剛剛講說 吃一個四千塊的和牛肉 凡事約會行為 只要超出了自己負擔能力的金額 覺得有負擔 對 趕快走人 那就叫交 那就要交易 那就是一種生意行為 交易 為什麼這樣講 就不是曖昧了 是交易 代表說這位女生 她有一種想法是說 老娘願意跟你出來 我就要吃到我等職的東西 曾經的女生不應該這樣 所以不應該這個樣子 所以我被交易了 妳被交易了 妳被生意行為了 對 代表妳有生意價值 真的 重頭戲要來 因為我們是看著這三隊 他們感情的波折起伏 你們先想好 心靈有底 我們給你們機會 就是對彼此講一些真心話 今天不要勉強 因為我們節目也沒有說 硬要把人家送桌子 我們又不是男女配對節目 就是那句英文講的 Follow your heart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們兩個 意思就對了 對 兩個人面對面站著 當然會互相有話要跟對方說 對 互相講完 互訴中曲以後 手上會有一個愛心 願意進一步交往 或者修成正果的話 往前走一步 如果覺得說 我們就是朋友嘛 Come on Just kidding Don't be Don't be 什麼 Don't be serious 說不下去 就把那個愛心就弄 撕破就對了 弄碎這樣子 就是一個儀式 我們來進行最後的大抉擇 倒數三秒 你們腦中白轉千回 就做出了不一樣的決定 我們還是做一個愛的抉擇 3 2 1 請選擇 幹嘛 不要脫 幾點 熱炒店 好 這三組 這個算是 友達以上 戀人未滿 到底他們要選擇 繼續戀人未滿 繼續曖昧 還是要如勇之聲一樣 破繭而出 成為真正的戀人 好厲害 就在今天了 現在 今天不管做什麼選擇 現在現在 不管做什麼選擇 就這樣了 要坦然接受 如果你們要繼續曖昧 或者繼續當朋友的話 那以後大家就不要再講他們了 就不要再傳了 對 大家就當好朋友這樣 如果有那個意義 要繼續當戀人的話 那我們也就真心地祝福 對 到時候你們結婚的時候 我們製作單位 大家也就包個舞座 我們一定會去 對 好 OK 我們一定會去 第一組 何宇文 小飛 請就位 好 氣憤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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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比較誠懇地來處理這一段 兩位互相有心理的話 要跟對方表白 我們先從宇文開始了 不是 你哭怎麼哭 我只是覺得因為 因為我們認識很久了 從以前做節目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 你一直對我很照顧 然後我有很多秘密跟心事 也只有告訴你 然後我知道你其實都沒有告訴別人 但是我們之間好像一直少了一點點 就是 衝動 那如果 你現在的身體還衝動得起來 就明白地告訴我 我會把它放在心上 是一個 我們就直接可以 坐了再說 TOMBEST 車在上是不是 就是做 大概就這樣 沒有人在你 離婚的第三個月告訴你說 其實我的電話號碼 為了你都沒有換過 對 但今天謝謝製作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能夠講我 內心深沉 心臟以下 膀胱以上的話 對 然後 如果 有一天 你的人井乾枯的話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講反話 你就是明明很喜歡 他什麼人井乾枯 我願意當那個挑水的人 把你的人井灌滿 一直到滿出來為止 其實還滿感人的 很漂亮 對 感人的 對真相 我也可以為了你 然後把自己變黑 因為這樣才可以在 黑暗中保護你 燃燒自己在照亮你 然後默默的在旁邊 好 歡迎玉琳哥 曉飛 我跟你講 曉飛會一直叫玉琳哥來 是因為他心裡面真的顫抖 因為他剛剛 George 你沒有看到他嘴角在顫抖 是 他是真的 非常地真親真意 他叫你進來是因為他害羞 他在掩飾他的心裡面的不安 掩飾心中的那種興奮 我太了解他 他就是故意 諧星的悲哀 因為大家都諧星 所以我們就嘻嘻哈哈 對 我了解 瘦瘦瘦瘦瘦這樣子 但是我們內心還是有 我們真心的一面 這個拍子非常簡單 願意當戀人 我講你們現在當然是戀人未滿 其實你們就是一種曖昧關係 就承認了曖昧 不能講朋友 是朋友以上了 超越朋友 應該是願意給彼此一個機會 對 要成為真正的戀人 而不是傳說中的戀人 希望成為具體事實 而且可以公開給大眾知道 的戀人的話 就是願不願意給機會 當然也要給鏡頭看 比心 如果不願意的話就這樣 好 是 來 那就先放著 好 來囉 來 我們 等一下會Q3 2 1 請選擇 準備了 這一對閉人耳 到底能不能成為真正的戀人 還是繼續當朋友呢 請選擇 什麼 為什麼 宇文 妳現在這樣子想 但是我真的覺得 妳覺得她適合 她是個好人 可是因為她 而且我告訴妳 她 她有她心裡 走不出去的地方 她對感情非常地執著 然後其實老實講 被拍到我們兩個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 很好 很好的朋友 其實我知道她的心裡 一直有住著一個女人 但那個女人不是我 她想不開 走不開 走不出來的話 因為我就變 不能成為她的唯一 對 就退開 因為我已經走出來了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交往的話就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 在她心裡一直是一個結 所以我不願意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要成為妳的唯一 所以如果小飛跟你講說 她可以讓妳唯一 而且別忘了 現在拒絕的是妳 她是願意的 她願意 因為她就是 妳知道她就是 她可以跟任何人交往 這十幾年來 她有跟很多人交往 但我知道她心裡 一直有一個人 因為這是跟她很熟的人 才知道的事情 對 那小飛 被拒絕 我覺得可能是自己還不夠好 然後讓她覺得我們 還沒有到達這個程度 就是自己只能默默接受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不能搶了玉琳哥的 不要再扯到我 沒有人 他已經用結婚 是有小孩了 但是玉琳哥講是20年前 不是現在嗎 而且說真的 既然妳被拒絕 那可以輪到我了 妳 不要再難了 謝謝 好啦 我們祝福小飛跟宇文 就繼續做好朋友 繼續 好家人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把她當只有一個人 你再來我們節目表白 好吧 當然還是擁抱一下 可以 當然可以 大方大方 好朋友是永遠的感情 我還可以牽他來 好 可以 那我付了 妳在做什麼 謝謝 小飛 謝謝玉琳 持話功 好 來 第二組 竹竹 耀成 來 那就從祖符先囉 好 我覺得我很幸運 就是在我的生命中 有妳這樣子一個好朋友 因為就是 不管我是什麼樣子 就算我很出線條啊 少跟緊 或有時候 可能我做事情有點 忘東忘西 或是很隨心所欲 但是妳都是 完全的包容我 然後就是讓我在妳面前 很自在 然後很舒服的 做我自己 然後我的人生中 很多大大小的事情 妳也都參與 然後但是妳都是用 鼓勵我 然後很客觀的方式 讓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 妳就是 在我的生命中 是一個就是 一個安全感 跟一個依靠 然後 就是很謝謝 而且我的生命中有妳 然後我覺得 可能人長越大 越覺得就是 一個很真心的朋友 很不容易 然後所以我很珍惜 我們這個情誼 然後也希望這個情誼 都不要變 就這樣 好 要唱 其實從 我們認識十幾年 就是從妳 小時候這樣一個 可愛的女生 懵懵懂懂到 長大變成熟有魅力 然後一路看著妳 然後 這過程其實就是 感覺很像看了一個 女生就是成長的過程 然後 當然中間也覺得就是說 很可愛 然後漂亮 然後也曾經就有點動心過 那 我覺得 我看過一段話 它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人 不是緊緊的把他抓住 而是 你要選擇 就是你要懂得要放手 然後我覺得 就是 這段人 這個人生路很長 如果 可以當 情人也許只能當一陣子 但如果朋友可以當一輩子 那 希望妳就是在未來的路上 如果我覺得有任何需要我幫助 因為妳也曾經跟我說過 就是 在圈子裡面 我就像是一個妳很好的長輩 像哥哥這樣子 那 其實 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裡面 然後也覺得說 如果 可以幫助到妳照顧到妳的地方 其實我會很願意 對 然後 當然妳說妳就是一個出線條 然後什麼 做很多事情都很有興趣什麼 但就是 希望妳可以 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然後努力做下去 然後 未來如果還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 我都會在 對 然後 不管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 就是都可以 看顧著彼此 然後 相信上帝 選擇妳的生命 在妳的生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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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話中有話 就感覺很深情 可是當中又 隱含著一種意思就是說 似乎就是 跟朋友就好 對啊 聽得滿清楚 但是不像告白 就是像是一種 沒有在一起可能會有分手 對啊 但是像幾個情侶和平分手 會用的話語 我會永遠陪著妳 當妳的好朋友 當妳的後盾 這種話 通常是離婚的夫妻在講的 離婚夫妻不一定離走好看 沒關係 講歸講 這也許是他們錄影前 已經心裡面想好的 一些說字 你們最後還有三秒鐘的時間 三秒鐘也可以改變人生 可以做出你們的決定 可能你們剛剛講完話以後 突然倒數三秒 你們腦中白轉千回 就做出了不一樣的決定 我們還是做一個 愛的抉擇 3 2 1 請選擇 幹嘛 不要脫開別人 兩個 可是我剛剛看到耀誠遲鈍了一下 他是先看竹竹翻怎麼拍 作弊 很明顯 我有看到 曼初 George 你怎麼看 你怎麼讀他的這個心 應該是說 男生試圖要 謙虛 想說不要把場面弄得太難看 說萬一 萬一女生如果說是對 然後我是不的話 會不好意思 那所以他先看看女生要出什麼牌 那就幫女生 要幫女生做最好的決定跟抉擇 但是其實這一隊看起來是 現在的時間點 可能是不適合的 但是未來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在很多肢體的曖昧上面 是非常舒服自然的 這點是另外兩隊都沒有 都很難得察覺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未來可能會有進行事 但是在現在 可能是還要有自己彼此的 業障要消化 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完之後 兩個人也許忽然看到對方的時候 就會記起今天我們在這裡 錄節目說的這句話說 你還記得嗎 我們永遠陪著彼此 有時候 對 群尋祕密 莫然回首 那人盡在燈火藍山處 對 我覺得現在用這樣的方式相處 是我們最舒服自在的方式 OK 好 那沒關係 反正因為你們的想法隨時會變 我們每集都會找你們來 我們都會觀察你們 每個禮拜告白一次 對 總之會成功 就是史上最偉大的實境秀 總有一天 妳會看著我們兩個牽著手 對 我們兩個就開心 對 轉過頭來謝謝大家給我們 謝謝 我們兩個還是相信我們的直覺 對 好 這對必然兒 好 來 擁抱 雖然多出了 繼續當好朋友 這樣的選擇 你看他們的擁抱 好多自然 真的很自然 而且 科學是很合的 對 我們旁邊 炸裂的那一種 OK 好 請回座 謝謝 慢慢的進行 最後這組我看還是算了 對 謝謝 對啊 剛剛不是個怪 我們反正已經錄了一個小時 就夠了 不要了 夠了 沒有 這是壓軸 這是壓軸 對 壓軸 這一定要 沒有 來 兩位請出列 你要開放心 身為摩羯座 不要講反話 茶茶 我們是摩羯座 我們了解摩羯座的痛苦 你不要一直用 你的話去掩飾你心裡 真的的感情 不要怕受傷 怕受傷就永遠找不到真愛 茶茶 好 我知道 像楚這麼多年來 很多話想要真心地跟對方說 平常其實她們不太有這個機會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 小優 好 好了 歐巴 其實我覺得 我在演藝圈很難得 有一個這麼好的男生朋友 然後我們從 那個時候剛開始就是認識 然後真的有一些好感的時候 我真的超級謝謝她的 因為她是什麼局都找我去 然後我也認識了很多演藝圈的好朋友 因為那時候其實跟大家 還沒有很熟的時候 她就會帶我去認識大家 然後呢 常常就會帶給我很多歡笑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蠻怕寂寞的人 然後我覺得她那時候真的很照顧我 然後你知道又住中和很遠 就又有她陪我一起回家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可以感受到她真的是一個 很照顧我的大哥哥 然後我覺得在演藝圈 其實有這麼真心的朋友 不容易 因為我覺得大家有時候 就節目上打打鬧鬧啊 其實私底下也不會聯絡 但她是真的會很常 問我在哪啊 要不要出來吃飯啊 你會不會就是 晚上要一個人回家 我們一起回去 所以我還蠻珍惜 那一段回憶的 我覺得有她在的這個圈子 讓我覺得有一個溫暖的哥哥 很棒 只有哥哥 我覺得有她在的這個圈子 讓我覺得有一個溫暖的哥哥 很棒 只有哥哥 歐爸 OK 換完了嗎 茶茶 Your turn 哈哈哈哈 其實我不太會講話對不對 因為我摩羯做的嘛 常常就是用行動派 真的 行動派 白沫 但跟你相處 認識之後 我覺得你是一個不錯的女生 那常常聽到你認識很多男生這樣子 但你都常常被欺負 其實我還蠻難過的 因為我都會默默的關心你 去問你最近的狀況還好吧這樣 每次聽到你被男生欺負 我都自己在偷偷流眼淚的時候 我希望我能伸你的肩膀 但我又不敢過去 那 這樣子 這樣 到了這麼久 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想跟你說就是說 如果 不管你的決定是 有或是沒有 那我希望我能夠 永遠能夠照顧你那個人 保護你那個人 不會讓你受到任何的傷害 那 希望你能給我一次機會 還有 好感人 講韓文 我都眼光磅淚了 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茶茶 這麼真情流露 我這種血石心腸的人 都眼光泛紅了 真的 眼光泛紅了 真的 George你看他的整個 肢體是真的很 對 因為 真情流露 三隊裡面說實在 我們最不看好的這一隊 但是現場的費洛蒙 是爆棚的 我們在旁邊可以看 為什麼 兩位到現在都還在害羞 這個害羞這件事情 在曖昧裡是很重要的 在剛才另外兩隊的身上 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但他們到現在都 還在為了彼此 幫各位對方留一點面子 然後還心裡面在 照顧著對方的感覺 我覺得是 這就是我從來沒有料到這一點 對 我也是 好感動 真的 來 我們來做出選擇好了 來 兩位靠近一點 好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不管如何 還是要用愛心來表達 你們真正的意願 3 2 1 請選擇 掌聲鼓勵 擁抱 太緊了 妳講得好感動 太感動 對 我的天啊 對 你看 我一開始就說老夫老妻 就是這種 真的 老夫老妻 就是這種 好感動 來 妳們站進 不要害羞 節目真的是 而且很針對 看我們結婚 很熱 你是不是感覺有點害羞 而且我們這樣像不像 伴郎 伴娘 對 主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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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次早點來 很感動 很開心 綠潤 我對你寡目相看 沒有 我就是 把自己心裡話講出來 真好 有時候是這樣 大家傳你們在一起 然後就有人說 不可能他們兩個 不會走在一起的 我跟你講 我們要一種企圖心 就是要讓你們看走眼 我們就是會走在一起 是 沒有 還是要再了解 對 要了解 沒錯 彼此了解 我們現在 他們現在舉這個雙心 其實不是說馬上就要 沒有說明天就要結婚 沒有 就是慢慢的 妳的個性 妳不要說明天就把她帶去炒飯 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不會 不是這個意思 妳要搞懂 我幫你觀音偏差 慢慢地進行 慢慢地進行 對 彼此觀察 然後再找回之前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好不好 但我真的也是希望 茶茶可以就是覺得 自己年紀到了 我希望她那個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 她會比較改變 就可以做副業什麼 然後慢慢地吻下來 我真的就是希望她可以 那個愛玩的那個感覺 可以讓大家可以改觀 她少交一點酒肉朋友 對 也是真心的確認 太有意氣 妳在嘗嘗 我現在也是想要得到你的注意 所以說我才這麼 對 她希望你陪在她旁邊照顧她 對 幫她清掃門戶 清掃門戶 斷一斷這樣 斷一斷 然後讓她有些時候就是要 成家才會立業 來 好 歡迎 今天 終究還是有一個美好的結果 美好的愛情都是從曖昧開始 是 祝福大家 有情人 中城眷屬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